你这个人好意思 抢我牛肉吃 哈喽大家好 我是米选 我家小妮可又早早的睡觉了 所以呢 我的午饭就吃它了 炸一看这也没什么 不同之处 这个筷子 食材包 鸡肉片包 鸡油 然后加热包 它的第一步就是把所有的食材 都放到这个白色的碗里 吃饭条 把它放到这里去 看它里面会有啥 有鸡肉 真的是太多牛肉 放一颗鸡蛋进去 要注意它这里写着 静止不能使用 远离民火 不能静止密封固件 小心它上静止热水 不能放热水 把它放进去 都没有只能用这个水了 我让它蒙个20分钟左右 这个洞口千万千万不能堵住 对啊 它在冒热盐 里面就在沸腾 勺子 这边还有一根牙签 一张纸巾 还有筷子 筷子 设备真的很齐全 呀呀呀呀呀呀呀 经过漫长的等待 现在中午可以开吃了 没有青菜 没有青菜 吃点豆皮啊 这个饭量绝对是够足的 大概又熟了 你这个人好意思 抢我牛肉吃 瞧瞧这牛肉 是不是很过瘾啊 这个是 就是 就是意大利的烤卤猪肉 上学那我天天吃 后面就胖了一大圈 老爱吃排骨都是这样吃 这么大根 太可怕了 煮了之前吃的这个口味 麻辣嫩牛 我还试过他们家的牛杂口味 还有一个是 番茄牛腩口味 番茄牛腩口味的话 对于我来说 有点清淡 类似于吃了个寂寞 牛杂口味的话 味道还行 但是就是没有那种 大口吃肉的那种 好爽之感 那视频前面的你们呢 最喜欢他们家的哪种味道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 我是米雪儿 一个生活在意大利的小草根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请记得关注我哦 我们下期再会 拜拜